我都不敢上场了 您今天这是闹哪样啊 变错同学 我知道这是我 太吓人了 世界杯开赛以来 上场最丑的一次 踢的最臭的一次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我们编导 每天让我拿球 有一种带球方式 要来到这舞台中央 那没办法 颠球是足球 一种核心的这种理念 我二多年不颠了 今天啊 重新再颠一次之后啊 我突然发现了一句话 说得非常好 什么呢 就是台上三分钟 台下十年功 我刚才颠了几下 我练了一下 我练得我腰酸背痛 我到现在还颠不好 对 还是没有 就是能够尽全力的 去表现出来 就是表现不出来 说实话 我真的觉得我们小姑娘 玩那个溜溜球 都颠的这几下 都比你刚才这个强不少 我倒是真的觉得 明月你有可能 确实比我的水平高 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我刚才 编球的这种精神啊 这种投入啊 就会比很多人都会强嘛 很多人 你比如中国足球嘛 比如中国男足嘛 咱们特别中国男足 这样说不好啊 对 我也觉得不太直接了 但是我们真的希望 在世界杯期间 我们中国男足 有我们这样的球迷 在努力加油的时候 你们自己也能努力 有一天我们真的 可以看到在世界杯赛场之上 有我们中国男足啊 女足啊 她们的身影 在世界杯赛场上 去努力地拼搏 对吧 当然了 我们都有一个世界杯的 这样一个梦想和热情 好 那接下来还是喊出 我们节目的口号啊 快乐扑克派 全民来参赛 电视机间 观众朋友您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龙氏文艺频道 为您现场直播的 快乐扑克派 我这边坐 大家好 我是明月 在世界杯如此火热的期间呢 我们的合作伙伴 依然非常支持我们的节目 在这里要感谢 勾勾比赛平台 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 还要感谢黑龙江 盈盈美容美发化妆 摄影学校 对于主持人的形象打造 谢谢 好 谢谢以上 鞋利企业对于 快乐扑克派的支持 当然也离不开 电视机间的观众朋友 您对快乐扑克派的支持 千万不要忘了 和我们来进行微信的互动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 微信的竞猜 今天晚上世界杯 有四场比赛 零点 荷兰对智利 还有澳大利亚对西班牙 四点的时候 卡麦隆对巴西 四点的时候 克罗地亚对墨西哥 这四场比赛胜平复 赶快来通过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共服务平台 扑克五个八 来进行关注 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和竞猜 那我们节目组就送出 非常精美的礼品 对 那除此之外呢 还会有一个现金大奖的 这样一种方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 屏幕左下方的 有二维码 您可以来扫描 只要下载专属的客户端 来进行游戏 我们这个游戏呢 是从17点55分开始 一共20分钟的时间 只要是冠军的话 不仅有勾勾金币 还会得到10元的 花费的这样一个补贴和福利 对 您只要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共服务平台 在微信公共服务平台上 和我们来进行确认 10块钱的花费 就送给您了 您看我们的节目 线上有福利 线下有惊喜 同时还有很精美 和便宜的商品送给您 我们首先进入到 秒杀时刻 好了 观众朋友 这款宝奇的万能摄像机 您喜不喜欢 如果您喜欢 赶快来拨打秒杀热线 4001658888来进行秒杀 这款产品 您就拿回家了 对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会有这个 精美的奖品送给大家 当然了 需要您来发送短信 AIC和留言 到106246参与节目的 直播互动 那如果您很想来到 舞台之上 进行斗地主的比拼 也非常的简单 可以马上登陆 3w.gogo.com 来进行网络函选 一或者是呢 拿起手边的这个手机 来关注 扑克五个八 也就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用微信来报名 好 那接下来再认识一下 我们的平白嘉宾 也不用认识 就看一眼吧 我们平白嘉宾 我们节目的 类似于迹象物的海波 希望海波今天 尽当点评 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我们现在小区赛啊 宏图小区 龙信家园和上阵小区 三个小区的这个总决赛 进行的如火如荼 今天进入到了这个 第二天的比拼了 上礼拜五 进行了一次比拼 那其实 六个选手 摩拳擦掌消杀之气 油然而生 您信不信 您信不信 不信 咱们来看一看 醉酒当歌 人生几何 金歌铁马 水煮成果 看谁笑到最后 好 有点三国演义的意味啊 希望三位 有机会能够最终一统天下 那首先让我们有请 宏图小区的徐旭 来进行九宫国的选择 选择几号 五号 选择五号 来看五号后边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翻牌 给翻牌者加上500分 徐旭不错 现在加分是一个好兆头 徐旭对今天晚上这个世界杯 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喜欢哪个队 今天晚上我喜欢荷兰队 就喜欢荷兰队 我身上穿的 我身上穿的这个是 类似于巴西队的 澳大利亚的队服 今天晚上巴西也有比赛 巴西也有比赛 对啊 你喜欢荷兰队 也希望他们有机会 能够获得更高的分数 和进更多的球 也希望你能够 在今天的比赛里边 获得更高的分数 来戴上耳机 我们今天的比拼开始 这牌 欧队小区的牌 更强一些 对 再加完500分之后 它的势头更强 这牌 单牌太多了 只能从单牌拿起 那观众朋友 今天我们在线下的 17点55分开始的 手游的比赛 一共有155位的 热心的观众 和我们的排友 来进行的比赛 忍耐 这种牌的话 只能忍耐一下了 对 是电牌 你看对就 对 上对尖 我觉得龙信家园 应该不会这么快 就 哇 这对尖里先是 出个单三就可以了 对 而且 迷惑一下对手 出个小三 让对方顺势垫牌 那三代就被别人垫进去了 哇 这种牌出的 这没有技术含量 我觉得这个撒带出的是 不理所欲 就这边先炸了 你炸顶二 可是外面还在跑东西啊 没炸 对 这个四个K 当时怎么不想炸掉啊 关键没敢炸 就这个时候龙信家园 其实可以炸掉 因为对手顶二的时候 一定是差一手牌的 对 肯定是差一手牌 那这样的话 红土小区赢了2400分 总分3200分 今天一上来就逆转了 嗯 实际刚才可能是 他自己也有诱诈 想要诱诈 可是现在龙信家园 今天已经进行到 第二场比评了 负8300 不叫 能不能追上 能不能后世啊 我们也都很期待啊 也得从单牌打起 小王打掉 对 继续嗨得出单牌 我们在微信公务服务账号上 Poco58上呢 有个叫小烂仔的 我们的微友 问就是这个 怎么得十元化费 很简单 我们屏幕下方 有个微信二维码 您可以扫描一下 下载快乐ProPi 和勾勾比赛平台 共同研发的 手游的比拼 然后每天的17点55分 在我们节目现场 直播过程中 来玩这个 一些线下的游戏 线下的斗鸡主的比赛 20分钟左右 如果您得第一 就有机会获得 我们的这个 十元化费 这排红楼小区 已经注定走不掉了 恐怕 我们有可怕 怎么输也出不掉 这勾圈 管不上都是 好 那这样 红楼小区输掉400分 刚刚的领先优势 现在呢 暂时被对手削弱了 当然电视界 观众朋友 您在观看我们现场直播同时 欢迎各位 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共服务平台 扑克五个八 来和我们进行世界杯 小组赛的竞猜 以及和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我们会实时的把您的留言 在节目之中 给大家播报出去 选举人民都会知道 另外今天的秒杀商品 宝奇的万能摄像机 您喜不喜欢 如果你喜欢 赶快来拨打秒杀热线 4001658888来进行秒杀 这把龙信家园 这牌呢 这个四出的非常好 现在理论上 慢慢不成四个K的话 这把他应该会有点机会吧 应该是没有问题 只要是不成四个K的话 问题就不大 两王四个K都成 压力就大了 这二 只能试出来两王是否成 好 两王没在一家 现在就估计四个K了 嗯 他决定这样的话 他可以决定是否成诈的问题 就是对二上不上 上的话显得有点太强了 这牌要我的话就等待 直到看见这个K 嗯 再出手都敢探 对钩 对 继续忍 顺子 还没见四个K 这就是考虑了 看到怎么想 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是挺难啊 直接炸掉了 对 这牌就是出个对三 还在引呢 主要看这个K出现了 他顺利走掉了 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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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局能扳回来2400分 里外里是3600分 现在和领先者之间相差7800分 刚才你看自己还负8000多分呢 嗯 对 这种分差在加倍牌里面很容易就追上 很快呀 不降 不降 你看这种牌 这个下加牌呀 也非常整 所让他的牌力够强 你看下加的牌 哇 只要我出的话就出单牌了 对 这样把那拿二呢还能管两手 对 当然电视机间观众朋友 我们这一季的小区赛 现在正在决赛的比拼 马上就要打完了 这周末新赛季的比拼就要开始了 新赛季每天都会送现金 如果电视机间观众朋友喜欢的话 赶快登陆到我们的唯一的合作网站 勾勾比赛 网址就是3w.google.cn来进行网络海选 您就有机会来到电视比赛的竞赛现场 另外您赶快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共服务平台 扑克5和8 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和互动 您也能够可以报名 你现在电8 你这牌只能电8 对 你先电钩 我觉得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就顺势电 你先电小牌 对 你看下加真没管 你看这种牌容易产生误差 你记得还得出个单牌 你别无选择 这牌反而能获胜 你看这个尖顶的 就是你这个8 你最后你是垫不出去的 对 你一定要先出一个 很没有技术含量的一个顶尖 你看这拆完了 这种牌出的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 因为最后你要是能够把对手的2吃掉 你尖也是大牌 两王就可以扎出来了 这牌 对 这牌他就误解 就是红桐小区这牌上了10对 因为他单牌没上吗 你看结果他走掉了 上上升要去反而走掉了 来 三对牌手请教师记得一下 这把牌确实在龙信家园这儿呢 打得稍微缺点控制 风雷 当时怎么考虑的 就是没垫8 选择电钩 之后再有一手牌的时候 没打8 又打一个尖呢 他肯定是单一张 他2不一定是那个说话 然后我要他垫一张 剩一张我不好走 不好打 你是怕红桐小区垫一张 剩一张你不好打 剩一张上合成 他小区他会管一道话的话 你上前对方不是拆俩二了吗 拆俩二你炸掉以后 出盾你不走掉了吗 那还 你的队7二 你的队K都是大牌了吗 对不对 关键不知道红桐小区手里上盾 他有单二 他有单二 他早顶你了 他不会趁着现在的 他不会犹豫到现在 配合默契啊 所以说这把牌呢 输你们又落后很多了 我们稍微休息马上回来咱们的比赛继续 好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看 我们现场直播的快乐扑扑派 那刚才呢 在广告之前 龙信家云的刘文龙打了一把牌 有可能赢 但是输掉了 那接下来让我们问问 你们的这个 冯磊啊 冯磊打了一手牌 打得不太好 咱们问问这个一号选手 你们的刘文龙怎么样 你觉得你怎么来评价 冯磊今天这第一节比赛的表现 其实前两把牌还可以 这把牌有稍微计算有些失误 他可能是顾及到 红萌小区的选手上队 而且没有想到下家的那个牌 能这么整 对 所以说在这个比赛里边 各种意外都出现了 对对对 输掉了 但是也希望你们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能够迎头赶上 怎么迎头赶上 哎 冯磊 翻九翁鹅就可以 选的几号 七号 选七号 来看看七号后边 给你一个什么样的翻牌 给翻牌者减去500分 冯磊 这就是一个后肌勃发的一个事态 咱们先减500分 可能这把牌 咱们就加倍的赢回来了 各位戴上耳机 咱们的比赛 继续 哎 在减完分之后呢 龙心家园现在是负的七千四 不掉 显然牌也不太好 不掉 对 本来赢一诈的牌 打输掉了 所以说这个 分叉一下子 又落后了 哦 你看山河城的少帅也选择了加倍 嗯 这排排力还是比较强的 对 山河城那边有可能 这一把就拉大到 拉大比分了 对 从队出起 上不上对二呢 这个对间顶太猛 你必须得上 嗯 对 再出队 不然的话 红图小区会有偷跑的机会 你现在对间如果不大的话 单K也是大牌 嗯 对吧 现在这种排行 已经确定了 他的胜 对 因为红图小区那块还引着 埋着一个大炸弹呢 三代一 三代一 微友啊 在微信公共服务平台上 有人就发来短信了 说海波老师 三代一 我想跟你PK一下 三代一 你是想PK斗地主啊 还是想PK摔脚啊 这我们要问一问啊 你没说要PK哪个项目 海波老师摔脚也很厉害 嗯 但是说实话 要是PK斗地主的话 海波老师这绝对是一个赞号 对 好那这样的话 商城赢2400分 5100分 这样的话 暂时拉开了这个 比赛的领先优势 当然我们也欢迎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 关注我们的 PK五个八 微信公共服务平台 竞赛今天晚上 世界杯的四场比赛 以及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我们会实时的 把您的留言 在底飞字幕的方式 以及我们口播的方式 给您传递出去 另外今天的秒杀商品 您喜不喜欢 如果你喜欢 赶快来拨打秒杀热线 4001658888 来进行秒杀 其实我觉得这个底牌的 三张牌当中能补上来 大小王的几率 应该挺小的吧 正常来说 对 非常小的几率 这牌只能拆二了 对 继续出单牌 我觉得出单牌 是更明智的选择 你这种 剩两个单牌 它只有队K最大 而且我觉得也不应该拆 可以保留个双顺 或者其他的 最后出是很危险的 这种牌 你容易输掉 另外呢 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真情龙氏 何其龙江 第三届龙氏观众节 龙氏文艺频道 主题观众日活动 将在7月1号18点30分 记住了 7月1号下周2的晚上6点30分 在冰雪大世界盛大举行 现场不仅有千人参与的 颇酒盛典 充满抑郁风情的俄罗斯歌舞表演 还有哈尔滨一腾的球星 亲临现场与球迷零距离接触 7月1号18点30 在冰雪大世界龙氏文艺频道 和您不见不散 我们都去 我和明月这边直播完 我们也会到冰雪大世界的现场 三代一 对 一定会很热闹的 如果您请我们喝点酒 我当然就更高兴了 你看地主 这样的话 红豆小薰800分 和上河城之间相差2900分 哇 这牌龙心家园的牌 又是非常强的一把牌 果断加倍 对 这种牌型要不加倍的话 白瞎了啊 对 机会也会 三代一 哇 三代 三代一 三代一 但是这个龙心家园的牌 还不够特别整 这得 差一点点好像 其实可以直接横个对二 可以试一试啊 这牌就危险了 三到八 这出个三到九 我觉得有点小问题 出个单牌 你这种牌只能 哎呦我天 你剩两张那么小的 他考虑的也是 他考虑上架 既然加倍了肯定有牌 对吧 对 他让龙心家园去替他打 但是你这种牌 现在是地主 是一般情况下 是很难走掉了 你要是 你单双盾都已经是 全被管上 然后手与一炸 这是红冬小区 已经注定是走不掉了 那红冬小区要出四五六七八 怎么办 那边出五六七八九 打一张单牌 然后出完单六 单四 他拆了 你这种单打是更 没用啊 我觉得 更怎么办 大王出就炸掉了 这就毫无悬念 自己都能走掉了 不需要下架放 这牌就不如 红冬小区不如就四五六七八 然后出个队 队K 对 或许还有机会 对 隐蔽一下 但是这是 没有办法了 对 没有办法的牌 再出个小牌 好 那这样的话 红冬小区再输一千八百分 完了 现在零分了 就是没有正分的可能了 下一把可能就变成负分了 两分 这把牌是比较平均吧 但我觉得好像 我觉得那个上上小区的牌 就是标准的农民牌 红冬小区更好一点 都顺势加倍了 但是按照龙信家园的冯磊 这位选手的打牌的方式 哎呀 可能会让上河城小区的农民 比较迷惑 不知道他到底有啥 红冬小区如果不挨炸 就算 就是捡着了 很显着牌了 是吗 你看这个K 还真是个问题 我觉得对二猜 不是最明智的选择 给大王下的 也是有点早一点 打堆不出啊 这很很有问题 他管住下架吗 他不想让下架接牌 他现在对于 红冬小区这牌来说 你肯定只能是 把小牌先打出去 哟 对啊 这种牌就挨不着炸了 双瞬 三代一 先打三代一 连队 双瞬 对 这就少出当赢了吗 对啊 好来 三位牌照请向耳机摘下 那这把牌 其实对于 红冬小区的徐旭来说 叫这么一把牌 是怎么考虑的呢 外边跑炸 知不知道呢 知道外边跑炸 那为什么选择叫牌呢 看牌 这两把牌手挺顺 看着手挺顺 所以选择叫牌 但是呢 现在你也变成复分了 能不能追上上上和诚 上和诚 接下来还会有翻牌的机会 我们稍微休息 马上回来比赛继续 好 欢迎各位在周一的傍晚 继续为我们收看啊 文艺频道 为您现场直播的快乐扑派 那接下来呢 有请上和诚的邵帅 你来说说这个世界杯的感受 因为我们现在节目里边 就在说这个世界杯和快乐扑派的结合 那个我一般不看世界杯 我从来 你一般从来不看世界杯 反正在你这个人生里边 就基本没看过足球 对 基本上 不喜欢足球吗 不能这么说 就是基本上的运动 我都不太喜欢 好 邵帅你属于这个 一动不如一静 希望你活得长寿 那继续来 来进行九龙格的选择 选择几号 四号 四号 四号后面会是一个 什么样的翻牌 你不看吧 今天比例十 和俄罗斯队的比分是多少 一比零 俄罗斯输了 这你都知道 我那好 我看新闻呢 对对对 不可能就不看这新闻 那这样的话呢 你答对之后 要给上和诚小区 加上一千分 那上和诚小区 现在领先的又是 进一步的扩大了 各位戴上耳机 咱们的比赛 继续 你不看球 再看新闻 就是啊 我们这个斗地主 有很多朋友 都是这样 大家比较关注新闻 当然也顺利地加了分 你知道吗 就这些人吧 他就属于伪球迷 就是你一说结果 大家都知道 可是呢 让你就是用两个小时 去知道一个结果的时候 你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 也不愿意熬那个夜 小排应该出撒在盾吧 会更好一点 对因为他手里面 三代的特别的多 你出三代队以后 你这样出单排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 你看这仨五反而也让垫进去了 三代队 三代队 这样的话就没有悬念了吧 这一把 三代队 有 差一点点 在出单排的时候 你这单排可以顺势 可以垫掉了 然后两王在外面 你也不害怕 甚至 因为他们把队都出掉了 也不剩啥 全人单了 现在 否则的话 你这牌就麻烦了 我们的老牌友 这个浩南说 地主是一个打两个农民 一定要镇顶 俗话说 三个臭皮项 顶个诸葛亮 要小心 现在呢 就是农民的牌不够整 如果农民的牌要整的话呢 其实龙心家园 这把牌真的不好出 还出个六顶呢 就是在三代过程当中 都给带走了 这牌应该先顶二 一定要先顶二再出十 这要多出一手牌吧 当然幸亏对手 这个还差一手 你看红豆小区就差一手牌 这份都出掉了 这样龙心家园 赢掉了600分 当然现在这个比分情况 还相差一万三千多分 今天的比赛 想要追回来 确实比较难了 今天比赛的时间 也已经所剩无几了 这牌出三代 三代一 三代一 三代一就打掉 毫不犹豫啊 你这种打掉 你这种牌 对圈和撒K都是大牌 对 五六七八九出掉 等待机会 看看有没有色识 哇 他这个把第一手 控制牌打出去了 这种牌 打的真是 有的时候选手出牌 真是让我 匪夷所思 对 真是匪夷所思 这牌多危险 你看红头小区这牌 还真就不够整 就差一手 否则的话 这大王 三代一 其实你有大王 都跟你说白白了 原来总觉得 海波老师说的 上和诚也 上和诚也就差一手 你看 但是真正是 但是真正是到实战 经验的时候 后悔 后悔 后悔莫及 但是龙心家园 这把赢了 但是这把牌 赢的确实有点太浅了 没看出水平来 估计龙心家园还得叫 三分 他肯定会叫 你看这牌 三四五六七 一定得除掉 他最近这几局 连着都是三代的特别多 然后顺子也挺整的 三代一 他直接 他想奔春天打吗 春天也是不可能的 目前反正外面没有 你怎么打也春天不了 你这三四五六七 是注定要除掉的 我们看看 苏州赌神 在线下的这个 勾勾斗地主的比赛中 获得了冠金 获得勾勾金币 请及时发送 您的这个勾勾账户 到我们的微信 公共服务平台 不过五八 和我们进行联系 我们确认身份之后 就给您冲入十元的话费 会不会是南方的朋友 参与兜地主 应该是苏州的 对圈一上 顺势获胜 虽然说没有春天的可能了 但是这一飞机 就挺霸气的了 外面啥也不考了 好 那这样龙心家园 再赢六百分 五千分 应该说现在龙心家园 这个追分的势头 也比较猛啊 哇 这牌欢迎未落 你看这牌 嗯 非常强势的一把牌 这牌 它可以 这牌可以奔春天使劲了 双顺 对 然后撒带 双顺就被管上了 但是也不行 春天也是外面跑 单二 嗯 你怎么打也是没有寸天的牌 出对六就可以了 对 这牌毫无悬念的获胜 这牌力是超级强 三代一 嗯 好 这是毋庸置疑 是大友王 对 好 那这样的话 这把龙心家园 赢了两千四百分 来 三位牌手 请将耳机摘一下 龙心家园 现在是负两千六百分 嗯 已经追到了第二的位置上 也还不错吧 而龙肚小区是负三千二百分 处在第三 我们现在有请三个小区的三位选手 我们到舞台中央 有请 应该说 今天在这个最后一节比赛里边 我们看到就是龙心家园 冯磊不断的这种追分 不断的追分 冯磊来说说自己在这个最后一节 这个比赛的感受吧 还来得上都挺好 然后呢 自己在打的时候呢 打的时候就那把牌来打失误了 就是在第二节比赛 最后一把牌里面 打的有点失误 但是从整体来看 自己在这个第二天的比赛里边 也帮助自己的小区 能够处在比较好的位置之上 第二的位置 坐二望一 那这边龙肚小区的这个徐旭呢 说说自己今天的比赛感受吧 今天吧 一开始牌没把握太好 后来这个牌吧 就是不是太好 后悔了 当初没把握好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防危杜见 有一两把牌没有抓住的话 可能在今后的比赛里边 确实就会有问题 是不是 也希望徐旭 你们明天是接力赛 你们两个人共同努力 能够把你们的牌 打得更好一点 再说说赵哥诚吧 邵帅 说了自己今天的比赛感受 今天的排运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领先是必然的 邵帅说出了这个气吞万里如虎的这个态势 明天接力赛觉得自己还能够保持住领先的优势吗 应该没问题 好 邵帅应该说现在的气势也非常的盛啊 明天的接力赛 六个人要一块来打比赛 不知道你们谁能打得好 谁能打得不好 我们要拭目以待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要看一看 我们短信的今天的中奖观众究竟是谁 156 尾号是4010和187 尾号是7109的观众 获得了今天节目组送出的精美礼品 恭喜你们 恭喜二位了 那明天呢 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奉送这个双人赛的精彩对决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节目 而且还会有这个花费啊 各种福利的惊喜在等待着大家 在节目的最后 再次感谢勾勾比赛平台 对于本节目的技术支持 还要感谢黑龙江 盈盈美容美发化妆 摄影学校对于主持人的形象打造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以上 喜利奇对于快乐扑派的支持 另外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忘了 7月1号的时候 在江北的冰雪大世界 龙氏维频道 在龙氏观众节和啤酒节里边 要和您不见不散 晚上18点30分 希望我们在那一天相见 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快乐扑派 观众朋友 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明天见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